如果你们会想到独家像一种毛线,经过历史的旅游或对原线大自然的防徽一样, 那么为萨利亚西布里比克莱的圆,一百七十公里左右的巴伊纳巴斯塔镇,就是你们理想的地方。 为德里纳和邮边和塔拉山之下的这个在转变中一定被护士的地区,在这个情况下这就是有会, 不但提供王吉布里奥的漂流与绿意识相似的河水和其无法形容的下瓜的机会, 而且还建议无法遮复的塔拉山河从黑色可窝上散泊和文献颜色上散泊上的风光,也提供自由的感觉。 这个毛线是塔拉与德里纳和德里纳的项目一部分。 项目已2008年一直定好了,其最终的目的是从巴伊纳巴斯塔镇, 经过塔拉山河,莫格拉山河到维瑟格拉的市,而相反作员的环。 这个项目除了这个萨利亚西部地区非常美丽的大自然以外, 还提供经过萨利亚历史的理由, 因为意思是参观很多中设计的学导员, 然后走萨尔干巴载轨去参观维瑟格拉的是摩哈摩的巴萨斯科罗维奇的著名 德里纳和德里纳河上的桥,这是由诺贝尔将得获得着伊沃安的力气在通明的树里, 消灭的那座桥梁,意思是连接这个地区的旅游景点。 巴伊纳巴斯塔镇希望旅游也能给它带来更大的收入, 同时不但关于沿着萨利亚和波黑伊波黑赛族共和国, 这间的自然连接德里纳河的下卦, 行传,而且还关于沙尔干针, 千万维歇格拉德的铁路路线等得道理等。 达拉公园组织主席, 齐格亚对萨利亚广播电台说就具有肯定的信号, 也希望关于连接旅游今天的想法今年夏天能完全设行起来。 达拉公园项目,以2008年也设定好了, 目前尼德里纳河从贝鲁加仨农村到威胁格拉德市的行船扩大了, 按计划明年应该坐船去威胁格拉德市和贝鲁纳沙农村, 坐公文汽车去巴伊纳巴斯塔和克莱曼城, 从克莱曼城坐列车去威胁格拉德市的远环。 坐列车提到威胁格拉德市的人坐大船回到贝鲁纳沙农村, 坐船去威胁格拉德市的人坐列车回到克莱曼农村, 之后坐公文汽车去巴伊纳巴斯塔镇。 齐格亚相声解释说, 折禁在德里纳沙的巡船只在撒瑞安排并且坐旅行, 大了列车的旅游只沿着萨尔干巴揭露路线安排。 为了参加圆证,需要具有普通的车辆, 首先好看和健康的脚, 四个车轮, 列车和小船, 但是这一切都不减少, 让尼泰拉山上的宗林和世界上独特的 德里纳沙上的笼罩之的 圣旗颜色和 撒尔干巴揭露路线和保留撒瑞国家 已经是这历史的古老学导院 比较是具有的感觉。